長頭髮 黃藝女子坐在沙發上 東張西望 用屁股挪鬥 悄悄靠近右手邊的深藍色包包 趁沒人注意 迅速拿出皮夾 抽走裡頭好幾張千元大鈔 塞進自己的紅色手拿包 整個過程不到30秒 手法相當熟練 七十二歲亮媽媽 二十九號早上八點多 突然牙齒痛 到台中南區一間 牙醫診所掛號 把包包放在沙發上 到櫃檯溝通看診時間 卻被另一名也是要看牙的女子 投走七千五百元現金 被害人回憶 當時他拿出錢包 翻找零錢要付掛號費 嫌犯剛好也在排隊 一次瞄到裡頭 有大把鈔票才會起的貪念 警方做以後積極調閱 整首監視器及路邊監視器 以鎖定竊賢 監視器拍得一清二楚 怎麼也沒想到病患變成賊 警方立刻鎖地五十四歲張姓女子 是個竊盜慣犯 請她到案說明 否則檢方將開除駒票 要追回被摸走的七千五百元現金 記者臨時心理雲杰 台中報導